高舉不調 喊口號 香港民眾上街抗議 日本排放核廢水 眼看二十四號就要開始排放 臺灣也繃盡神經 元能會公布最新模擬動畫 日本核廢水排出後 將順著北太平洋洋流 一路往東朝美國西岸前進 只有少部分廢水 順著海流兩側方向的反向流動 渦旋向南傳送影響臺灣 依照歷史擴散分析 在一到兩年後和第四年 才會出現兩次明顯的穿濃度 食藥署也提前啟動抽驗檢測 食藥署去年第四季抽驗 青魚 秋刀魚 牡蠣扇貝 等共二十五件 今年也檢測 鮭魚 章魚等二十七件 通通低於最小可測活度 也就是沒檢測出有穿濃度 但現在沒有 不代表未來 都不會有 至於是否加強日本食品檢測 食藥署不會延 川檢測有難度 礙於輻射強度比較弱 食品得萃取才能檢驗 時間至少兩周 可能食物早已腐壞 現階段只能針對邊境海產 加強抽驗 替民眾把關 靜新聞 許川 李方慈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